因角色增肥到200斤,被男主分手显自杀,如今成最美胖子。 规矩来里面你最喜欢哪个美女呢?是直爽的肖青,还是温柔的柳云?但很多人却被可爱豪爽的绿塔给吸引了,剧中的绿塔身材肥胖,脸却长得十分好看。 提起马成成,很多观众都十分喜欢这个充满喜庆的90后女孩,虽然她的身材看上去有些威胖,但是很多人仍然表示她在威胖界是最美的。 不过刚刚进入眼力圈的时候马成成可是标准的苗条美人。 由于她有过学习舞蹈的底子,身材和气质都相当出众,跟如今当红的花旦相比丝毫不输颜值。 而且,她还是中戏毕业的高材生,参演的第一部作品就是言情剧所谓《婚姻》。 在主演《青春集结号》时,由于剧情的需要,导演要求她增重,马成成于是开启了狂吃模式,短短时间内就增重到了200多斤,成了名副其实的小胖妞。 随着这部剧的热播,剧中她饰演的大眼蒙昧小吃货的形象也深入了人心,而由于出道至今出演多部《警侣片》,她也因此破风惊花。 但是这是令马成成苦恼的事情出现了,后期想要减肥的时候,却发现无论怎么努力也没法恢复到之前的苗条身材了。 在如今偶像当道的今天,200斤对于一个女艺人无疑成为了事业上的挡路时,很长时间陷入无戏可拍。 事业停摆后,曾经的好闺蜜都离他远去,不仅因为太胖遭到羞辱,连谈了七年感情的男友都选择了分手,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一度抑郁选择自杀。 直到15年,寿胡冰青邀请出演明晓西同龄小说改编的青春偶像历史剧《旋风少女》,她饰演的是充满热血和正能量,霸气又不时温暖的林凤,受到观众的热捧。 再次种时信心的她此外又出演了《星光灿烂》,青春集结号,孤芳不自赏,咱们相爱吧,《大唐荣耀》当中有过参演。 16年终于平级朱显中的文明一句成名,这时马澄澄的身材已经是不变的丰满状态了,虽然在剧中显得有些肥胖,不过很多人都觉得霸棉直,她还是非常出众的。 《大唐荣耀》 如今饰演的正在热播的《归去来》中的绿卡也在一次吸粉无数,成为大家心目中最可爱的。 参考来源